今天三支冠军候选队伍将会迎来巅峰对决的自选出战曲目进行抢位夺标 下半场队长排位赛总浪花值排名全员安全 团队能率先拿到多少个胜利席位总决赛成功几率就有多大 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芒果王牌综艺浪姐三播出后热意不断 虽然嘉宾阵容很豪华 节目组还请来了宁静和那英两位大姐大保驾护航 但是节目呈现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5.9分的评分较浪姐一下滑明显 随着节目的推进 观众能够明显感受到浪姐三在各方面进行的调整 比如更换了剪辑团队 节目内容呈现更有趣 真人秀部分看点大大增强 赛值设置更加丰富 三代姐姐同台竞技高能不断 两位师姐镜头逐步减少 姐姐们的群像塑造也更生动 7月22日 浪姐三最新一期节目正式上线 四次公演结束后 两位师姐联手打下了9个成团席位 武功将拿出3个成团席位 18位姐姐重新组成三支队伍 开启全新的夺标抢位战 浪姐三武功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上半场三支队伍在宁静赛道团队抢位赛何纳英 赛道团队围攻赛自选出战群目进行抢位夺标 进而争夺三个胜利席位 下半场为队长排位赛 谭维维 王心灵和郑秀妍三位队长进行个人solo 走浪花之排名第一的队伍将全员晋级总决赛 浪姐三武功的对决全面升级 三支队伍共带来8个舞台秀 其中包括三个队长solo秀 三个三人秀和三个多人秀 其中包括真的爱你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innaita等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 每一支队伍都很重视这一次公演的成绩 大家在分组选取的过程中就暗自较劲 武功的比拼注定会火药味十足 浪姐三武功分组合选取尘埃落定 公演舞台的服装造型也新鲜出炉 服装造型一直都是浪姐三草点最多的地方 几乎每一次公演舞台都有人因为造型丑而上热搜 五彩杜华引发全网热议 乐园组的瑜伽服更是姐姐们的噩梦 本以为浪姐三造型团队会有所反思并做出改变 没想到武功服装造型继续拖后腿 很多姐姐再一次被造型拖累 宁静和那一两位师姐基本上完成了各自的使命 武功她们将不再参与舞台演出 更多的是坐在台下观看演出 本以为两个人会优雅地在台下进行点评 结果节目造型团队继续抢戏 两个人的造型又瞅出了新高度 宁静之前的公演造型总是撞脸动漫人物 虽然被吐槽 但是看上去还是有一点可爱的成分在 这一次的吊带装让整个人显得很臃肿 脸上的红心点缀也显得很多鱼 静静子的霸气完全被掩盖住了 纳英的造型基本上每次都会翻车 此前的淡黄色的长裙就喜提热搜 这一次的黑长植造型更是劝退观众 整体妆容与年龄不相匹配 看上去反而更显老气 纳英的造型从来都没有及格过 他也成了造型团队的试验品 王心灵队的造型最抢眼 几乎全员都翻车了 每个人都能找到尾点 本来这一组的颜值都非常能打 没想到最后都败给了丑衣服 整体造型不统一 远近高低各不同 只能说太心疼姐姐们了 队长王心灵直接穿着睡裙出场 看起来丝毫没有设计感 节目组真的是一点也不走心 推因斯继续给丑衣代言 五次公演几乎都没有逃过丑衣服 甚至美颜全都被浪费了 最尴尬的是唐世音和吴景岩 唐世音整体造型缺少美感 镜头下胳膊显得特别粗壮 估计粉丝看了都会喊救命 吴景岩的假发造型让人分分钟出戏 本来脸就很瘦 戴上假发后完全就成了AI人工智能 缺少灵气和活力 谭维维对合作带来歌曲龙吟 整体服装造型偏国风 姐姐们白色裙装登场 看上去很干净 薛凯奇在人群中格外抢眼 她基本上可以驾驭各种风格的服装 而张强就有些违和感 和其他的姐姐在一起风格明显搭配 队长谭维维在节目中 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特色 造型团队好像跟小辫子较上进了 但是这样的风格并不太适合谭维维 妆容看上去比较老气 不过谭维维在队长solo环节的服装很有大气 满满的设计感 与她个人的气质完美契合 谭维维 张强和薛凯奇合作带来歌曲真的爱你 三个人算是选对了造型 紫色系的服装配合灯光高级感十足 薛凯奇依旧美艳 谭维维显然更适合直发造型 张强的假发真的是有多又好看 每一顶都很适合她 郑秀妍对合作带来歌曲In Arita 采用的是黑色系的服装 比较保险的一个配色 事实证明也确实不容易出错 整体看上去简洁干练 这一对是标准的模特女团 每一位姐姐都是大长腿 组合看上去也非常养眼 女团感更强 值得注意的是 余文文穿上路被长裙格外出挑 整个人与解放而十足 对于浪姐三武功的服装造型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们最喜欢哪一位姐姐的造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